第七集 老鹿王的叮嘱 又一夜过去了 新的故事即将发生 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 露水晶莹 空气清新 各种桥木和灌木的叶子变得更加翠绿 草地波浪起伏 散发出富裕的芬芳 几只山雀从睡梦中醒来 轻轻嘀咕几声 因为天刚蒙蒙亮 时光尚早 便又闭目休息了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静忌 后来 一只乌鸦嘶哑的叫声 帅心划破沉空 被唤醒的乌鸦们开始在树梢上蹦蹦跳跳 寻访着同伴 喜鹊被吵醒了 不满地喊道 嘿 知不知道我还在睡觉 乌鸦不管不顾 依然在小声嘀嘀咕咕 晨曦中尚未完全从睡梦中醒来的森林里 唯有它们没有了睡意 突然 一只乌鸦飞起来 落到一棵冷山树最高处的枝头上 站在一根截然伸向空中的枝条上 森林的最高处 省望着旭日出生 红霞满天的遥远的东方 然后它开始唱歌 从下面望上去 乌鸦就像一片小小的树叶 但它的歌声却像彻云霄 森林苏醒了 燕雀 红雄渠和金翅雀开始鸣叫 鸽子响亮地扑打着翅膀飞来飞去 野鸡舒缓有力地从树上落到地面 嗓子虽跟破螺似的 却也要生死竭力地喊它几声 惹得山鹰也兴奋起来 向空中发出嘹亮的吼叫 太阳升上了天空 黄鸣鸟欢叫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晨光下 那又圆又黄的身子一一闪光 就像一个会飞的金球 班比从橡树下走进草地 那里露珠盈盈 花草异香 无数个小生命在窃窃私语 老朋友兔子坐在草地上 好像在想着什么重要事情 附近一只山鸡在慢慢溜达 脖子上浑蓝色的项圈闪闪发亮 他不时在草地上瞎一口 然后又警惕地看看四周 忽然 一只公鹿出现在班比眼前 班比以前从未见过他 他离班比很近 班比第一次和父辈离得这么近 那只公鹿紧靠着真木丛 身子的一部分被树枝掩藏着 班比停下脚步 站着不动 等待那只公鹿完全从灌木丛中走出来 同时他考虑要不要勇敢些 主动和对方打招呼 他想问问母亲 可看到母亲已经远远地走开了 在那边和艾娜阿姨聊天 此时哥伯和法利也从森林中跑到了草地上 班比仍站在那里没动 他在想 如果他现在往母亲他们那边走 就必须从对方身边经过 不打招呼就显得太没礼貌了 算了 没必要问母亲 反正上次老鹿王那件事情 也没和母亲说 他这样想着 我就这么和对方打招呼 我试试看 但愿母亲他们能看到我和他说话 我就说 早上好 先生 这应该不会惹怒对方 如果对方生气了 我就跑 班比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忽而勇气十足 忽而勇气全无 突然 对方从真木丛中跑出 向草地奔去 现在 班比刚想到这儿 突然听到轰轰的雷声 班比吃了一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 只见刚才那只公路 腾空而起 越过他身边 跑进了森林 班比仍站在那里 木讷地环视着 听着不断传来的雷声 他看见母亲 爱娜阿姨 哥伯和法力 都向森林跑去 看见兔子 惊慌失措的一跃而起 山鸡也伸长脖子 玩命奔跑 他发现整个森林 一下子死一样的寂静 班比稍定定神 也转身跑向森林 刚跑了几步 他突然看见 刚才那只公路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班比惊恐地停住脚步 茫然不知所措 那只公路 躺在前面的地上 身上裂开一个大口子 往外鼓鼓冒雪 他死了 快跑 班比的耳边传来一声急叫 是母亲 他正全速跑过来 快跑 使劲跑 母亲朝他喊道 他没有停下 继续向前跑 并示意班比跟着他 班比全力跟上母亲 怎么回事妈妈 他问道 母亲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地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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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班比顿时毛骨悚然 和母亲一起继续奔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他们终于停了下来 您刚才说什么 请问您刚才说什么 一个细小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班比抬起头 看见树上一只松鼠 正穿过树枝下来 刚才我一直紧跟着你们跑 松鼠喊道 太可怕了 您刚才也在那儿 母亲问 我当然在那儿了 我的魂都吓飞了 松鼠坐起身子 背靠着大尾巴 露着白色的胸脯 两只前爪老成地放在肚子上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她说 我也吓坏了 母亲说 真奇怪 我们谁也没有发现有情况呀 是吗 松鼠有些激动 你们太糊涂了 我早就看见她了 我也看见她了 一只飞过这里的喜鹊 落在树梢上 我也看见了 白蜡树上一只松鸭 从高处应声附和 这时 几只乱鸭 郁郁郁管欢地从树叉中飞出 嘶哑着嗓门哇哇地说 我们也看见她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议论着一个个心神不宁 咬牙切齿 单鼻边听边想 她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看见的是谁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松鼠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讲道 为了提醒那只可怜的鹿 注意危险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也称她不知喊了多少声 可她就是不听 松鸭插嘴道 喜鹊也说 她也没听见我喊 我至少叫了她十次 当时她站在真目从前 我赶紧朝她飞过去 因为我想 她可能听不见 要是我飞到真目从上 她就会听到了 可就在这时 事情发生了 我的嗓门比你们都大 我也竭尽全力向他们 发出警告 乌鸦用沉重的语气说 可他们这些大人物 总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确实如此 他们太不在意我们了 松鼠赞同道 喜鹊又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可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我们也不必自责了 松鼠叹息道 多英俊的一只鹿啊 正是风华正貌的时候 哎 松鼠也叹了口气 如果她不是那么自大 如果她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 她也不至于遭到这样的不幸 松鼠听到这话 立即反驳道 她可一点不自大 喜鹊补充道 是没有其他路那么自大 松鼠听了笑道 那就是愚蠢喽 你自己才蠢呢 乌鸦在上面喊道 快别说别人蠢了 全森林都知道你有多蠢 我 松鼠愣住了 没人可以背后说我蠢 我只是记性不好 可一点也不蠢 那是你自己这么认为 乌鸦严肃地说 你可以把我对你讲的当作耳边风 但你听好了 那只鹿根本不是死于什么自大或愚蠢 而是谁也逃不过她 算了吧 松鼠横道 我不和你们斗嘴了 她飞走了 乌鸦继续说 就连我们鸟类也斗不过她 她想杀谁就杀谁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我们也必须小心才是 喜鹊说 这当然 乌鸦伤感地说 再见吧 她和同伴也离开了 班比环顾四周 发现母亲已不见了 他们在说什么 班比想 我听不太懂 他们说的她是谁 上次我在棺木丛里见的也是她 可那个她并没有杀我呀 班比的脑海里浮现起那只公路死在血泊之中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班比独自向前走去 这时森林里重新响起分杂的声音 强烈的阳光透过树枝把森林里照亮 树叶上的湿路开始蒸腾 高空中的山鹰放声啼叫 近在咫尺的一只啄磨鸟忽然哈哈大笑 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班比心情非常沉重 觉得心里有一片阴影在压迫着她 她不理解 别人为什么面对这么艰险的生活 还能如此开心快乐 此时此刻 她涌起一种冲动 走 一直走 往森林的深处 再深处走 到最深处去寻找一个栖身之处 她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栖身之处 四周被密不透风的树丛所包围 这样 就谁也发现不了她了 她再也不想出去到草地上了 突然 她旁边的灌木丛中发出极其轻微的动静 班比全身一紧 老陆王出现在她面前 班比大惊失色 想撒腿就跑 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 没有逃跑 路王用深邃的大眼睛打亮着班比 你刚才在场吗 是的 班比小声回答 碰碰乱跳的心脏 好像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你母亲在哪里 路王问 班比的声音更小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路王盯着她继续问 是不是她不允许你跟着 班比突然一下子勇气十足 她大胆地把目光投向路王 高贵的铁青色面孔 再向上看看对方华丽的路官 说道 我早就独立了 路王仔细打亮了班比一会儿 然后温和地说 你不是那个哭着找妈妈的小鹿吗 班比脸红了 但没有失去勇气 他承认道 是的 是的 那就是我 路王看着他 没有吱声 但眼神显得柔和了 班比忽来大声说 路王 您当时训斥了我 因为我当时还离不了母亲 但从那以后我就行了 路王审视着他 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但班比觉察到了 他胆子更大了 路王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明白他们说的他是谁 班比忽然闭上了嘴 因为路王用阴沉的目光 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这让他觉得害怕 静静地过了一会儿 路王把目光从班比身上移开 头向远处 一字一字地说道 自己去听 自己去绣 自己去看 自己去学 他高高仰起头 好好活着 说完这句话 路王再也没有说什么 就消失在林中 班比正正地站在那里 十分沮丧失落 但路王最后的那句 好好活着 却一直在耳边回响 路王没有生他的气 这多少让他感到些安慰 班比突然感到一种自豪 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是的 生活充满了艰难和危险 但不管怎样 他都要去学会应对 班比慢慢向森林深处走去 都要去看